不喝冰的含糖饮料 糖温会增加热量 造成肥胖 同时冰品会刺激肤交感神经 造成鼻黏膜肿胀 增加打呼的几率 最后一个 最显多做深呼吸 平静我们的交感神经 你好 我是彼此です 你是一个会打呼的人吗 如果你不知道 那你应该是个单身的人 如果你知道 八成是因为你的另一半 曾经录像你打呼的影片 你是哪一个呢 基本上年纪越大 我没有遇过不打呼的 打呼可能跟 睡肢 肥胖 头背有关 打呼的原因 一般跟入睡后肌肉张力下降 进而影响到周遭的一些组织 例如 软饿 舌根 鼻中隔 下鼻甲等构造 造成了呼吸的阻塞有关 软饿与舌根位于呼吸道的前方 当我们躺下之后 加上睡着 肌肉的力量变弱 软饿与舌根将会往后起 进而压迫到我们的呼吸道 这就是睡眠呼吸中止 或者是打呼的由来 要解决打呼的问题 就要先了解打呼的诚意 第一个 睡肢 两过睡觉时 重力对于喉咙的影响 使气道变窄 打呼通常也是最频繁 最响亮的 所以市面上有的止寒症 就是让你用 侧醉的方式入眉 第二点 疾病 长期吸烟 造成呼吸道变小变窄 第三 肥胖 肥胖导致呼吸道内脂肪堆积 造成呼吸道狭窄而打呼 打呼的声音也会特别大 所以减肥肯定有用 减肥对很多事情都有用 也有助于交到男女朋友 第四 颈围叫出 鼻烟构造不同 有些人的颈围叫出 鼻腔口腔的结构 天生就比较狭窄 亚洲人的脸较为扁平 下额会内收 呼吸道也会比较窄 如果你要问我 可不可以利用整形来调整 那我们有一种 类似正恶手术的方式 只是我们会把呼吸道的拓宽 正恶有时候是把它往后推 但是如果是睡眠呼吸中止 我们会把它往前移动 那舌头也可以利用手术把它往前移 你说的像七爷那样吗 舌头它是这样 肌肉是这样粘过来的 所有舌头肌肉粘在下额的内侧 骨头它掉一块出来 然后它把骨头往前拉 然后卡在这里 舌头就会被往前拉 它不是像七爷发现拉这边 会影响拉出吗 不会 应该是不会 第五 鼻塞鼻炎 大部分是由感冒 流感 过敏 或是空气中的刺激物所引起的 通常有以上症状就习惯用嘴呼吸 之前我们有一集短片告诉大家 用嘴呼吸 甚至会引起脸型变形 不好看 大家可以回去重看 而且用嘴巴呼吸 比用喉咙呼吸 来得更容易打呼 这个真的一定要改掉 第六 性别因素 男性打呼叫女性更为常见 打呼人数为女性的二到八倍 所以不打呼的爸爸跟阿公 才是少数 如何知道自己会打呼呢 有三个判断指标 第一 很快入睡 第二 容易在睡眠中惊醒 第三 白天昏昏欲睡 或者是有倦怠感 永远都睡不饱 所以大部分有打呼的人 都在浅诚睡眠 不容易得到良好的睡眠品质 这就是我老婆 其实我也是 如何改善打呼 让另外一半不要再分床睡 在讲这之前 我再提醒一下 是不是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下去 你怎么可能不变美 回到怎么改善打呼 除了刚刚讲到的减重 一 戒烟戒酒 抽烟会引起上呼吸道病变 喝酒会抑制进行反应 使睡眠呼吸中止时间变长 二 避免使用安眠药 镇静剂 抗除脂肪等药物 这些药物会降低呼吸道肌肉张力 同时减弱大脑回馈的机制 加重睡眠呼吸中止症状 三 不喝冰的含糖饮料 糖温会增加热量 造成肥胖 同时冰品会刺激 肤脚感神经 造成鼻黏膜肿胀 增加打呼的几率 最后一个 睡前多做深呼吸 凭静我们的交感神经 市面上有五花八门 琳琅满目的打呼神器 止酸器 像是止酸喷雾 止酸口内装置 止酸夹鼻器 护颈枕 止酸枕 助眠止酸戒指 头戴式止酸袋 智能止酸贴片 这些产品都非专业的医疗器材 而是透过物理的方式 来改善打呼 帮助睡眠 这些产品可能用上去都不太舒服 但是我个人最在意的就是 睡觉能不能舒服 如果有效 当然很好 如果严重到家庭失和 可以建议到 医院的睡眠呼吸中止中心 进行更积极的医疗协助 如果你同时有 鼻中壳弯曲与便美的需求 欢迎来找我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我是鼻子医生张简 我们下次见